报道说 十号 韩国在野党议员团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集会 不少东京市民也加入到抗议人群中 把核电站的污染水排放到海里是不可想象的 我要不惜一切代价去阻止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非常磨弄两可 我认为这些水十分不安全 当天下午 日本反排海市民团体及韩国在野党议员团 还前往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 递交中止核污染水排海申请书 坚决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按计划 韩国在野党议员团 还将与日本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国会议员团体 发表联合宣言 举办记者会并开展游行活动 要求日方取消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9号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代表 在韩国首尔会见到访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哥罗西 据韩联社报道 共同民主党当面谴责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综合评估报告 称该机构从头开始就未遵循中立和客观原则 进行了偏向日本的验证工作 对于日方的一意孤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日方不顾国内外强烈反对 强行推进核污染水排海 自私自利 不负责任也不得人心 排海计划的安全性遭受广泛质疑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综合评估报告 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 没有解决国际社会的上述关切 不能被日方当作排海的通行证 格罗西总干事也多次表示 机构不会为日方排海决定备输 中方再次敦促日方 立即叫停排海计划 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置核污染水 再次敦促血道